大家好,我是Shen 今天想做一個懶人牛扒 做法又簡單又快 賣相又漂亮 如果你怕麻煩就最適合你了 看看怎樣做 先來看看要用到的材料 當然有我們的主角 這塊牛扒 我這次用的是New York Strip 沒有骨 這塊也有大約一吋半左右 肉質也不錯 我在Costco買的 這塊其實一個人吃有點多 我們是兩個人吃 還需要一些 橄欖油 鹽 胡椒粉 還有這款 Seasoning 我待會再講一下 還有一些配菜 今天我用了蘆筍 沒有吃飯了 今天 減肥 最近 想很快地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款Organic No Sauce Seasoning 我最近發現 挺喜歡用的 很香 裡面有21種香料 打開蓋的時候 聞到肉的香味 它其實很適合 熱 牛 雞 豬 羊 什麼都可以的 你們也試一下 這塊牛扒 其實不用點任何醬 我都覺得很好吃 但如果你喜歡點醬的人 我建議這款 Jack Daniels BBQ Sauce 它有點甜甜的 有點煙燒的味道 不錯的 在普通的美國超級市場 可以選擇 我們看看如何處理肉 提提大家 在雪櫃拿出來之後 最好在室溫放1小時 如果天氣很熱的話 至少放半小時 煮之前的半小時 或者四十五分鐘 就可以開始撒鹽在表面 這樣是幫助鎖住肉汁在裡面 兩邊都要搽勻 不用放太多 搽勻之後 我們就把它放在一邊 蘆筍洗淨之後就切斷 好像這樣 之後我們就來調味了 放些蒜蓉 鹽和胡椒粉 鹽和胡椒粉 還有一些橄欖油 然後用筷子拌勻 就可以了 筷子也不用了 說明懶人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牛扒已經滲了鹽 差不多三十分鐘 我準備了一個焗盤 再放些橄欖油 在牛扒上面 搽勻 旁邊和兩邊都要搽 搽勻 再搽少少的胡椒粉 放在上面 然後你就可以放那個 no sauce seasoning 也是兩邊和側邊 都要搽勻 把牛扒放在焗盤的其中一邊 另一邊 就用另一張錫紙 包著菜來焗 就不會太乾了 把焗爐調到broil 預熱十分鐘後 就可以把牛扒和菜整盤放進去 因為我們用到的是broil 所以火會在焗爐的上邊 所以牛扒就要放在靠近焗爐上面的位置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裡 我是放在上面的 抱歉 放進去的時候忘記拍 現在告訴你 放在上格 剛剛忘記說 我這次做的是mediumware 第一面就是焗了六分鐘 然後反過來就焗五分鐘 如果你想吃熟一點 medium well 就兩邊各家一分鐘 趁牛扒焗的時候 就設定好桌子 點一下立足 把紅酒 我老公也差不多了 焗好之後拿出來 記得要把牛扒放一放 放大約五到十分鐘 讓它休息一下 看看那些菜 剛剛好 吃起來很脆 我又想學人家的高級餐廳擺盤 擠牛扒醬在碟裡 哎呀 滴到到處都是 然後要把羊撥在一邊 不過你喜歡怎麼放就怎麼放 沒所謂的 吃得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我還有幾個做牛扒的食譜 下次有機會分享給你們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按讚和訂閱吧 歡迎你到我的頻道 看看其他的美食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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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個小鈴鐺